好,那我們就來看看怎麼樣使用它 我這個場景裡面有一個外星人 那正常我們之前使用的方式 都是我打開Render Setup 設定一下閘數,按下Render 它就會進行Render 那麼當然你也可以打開 Active Shape Mode 按下Render 那就會用即時預覽的方式 那即時預覽的方式 當然我們隨時在場景中有更換 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支援的 可是它就只有預覽的功能 它沒有什麼其他的功能這樣 所以後來Arnold才會新增的這個新的 預覽的功能 那但是它必須切回Protection 它必須在Protection 然後呢在這個地方 Arnold的選單這裡就會有一個Arnold的Render View 按下去 就會出現一個新的 叫Arnold的Render View 那這個視窗其實它就是即時預覽 然後它可以有很多很多功能 那啟用它的方式就是先按下 右上角這個紅色的三角形 按下去 它就打開了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在場景中去瀏覽 它就會一直一直即時預覽 那這個 你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就會發現 嗯 它幾乎不會Lag 這個 我也不用特別到System裡面去把CPU降下來 它就不會影響我的 我的一個使用的 使用上的一個效能就對了 所以它整個是被優化過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它的這個即時預覽的這張圖 當然就會一直算嘛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裡 這裡會寫說 這張圖是640x480 是Viewport的CAMER就是這個Viewport 然後它是參數是3222 3222是什麼 就是這個 322222這樣 所以參數在這裡 所以其實它就是算多 只是它會 它也是一直會算到你的參數結束為止 像這樣子就是結束了 如果結束的話 我當然也可以把它存起來 所以我一樣可以按File Save Image 我一樣可以去把它存起來 存成一張JPG檔這樣子 那只要你有任何動作 它就重新算 然後這裡 會有新的百分比 所以你可以把它 當作一個非常非常有效能 有效率的一個 新的一個即時預覽的一個視窗 那當然它還有很多很多參數 例如說 我們現在可以先把右邊的打開來 這裡還有一個設定的參數 這裡呢 我們在即時預覽的狀態底下 我也可以設定曝光值 亮一點 或暗一點 好 更新的速度都非常非常快 那麼我也可以去改背景色 假設我想要換成圖像 或者是說 我想要換成棋盤殼的背景 好 這都是可以更換 那我背景應該因為現在是物理天空 所以說 它就是物理天空的顏色這樣子 然後呢 這裡 當然 因為它是 算圖四雙 所以說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功能 包括 這個 我也可以今天只要局部 就只有局部 進行更新 好 拿掉之後 就是全部 進行更新 然後呢 它更厲害的是 它也可以直接在這個視窗裡面選物件 假設你看 我再點一下 就選這個物件 選這個物件就是 這個物件 會進行更新 好 按一下這顆 好 假設我選它 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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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就會只有這個物件 進行更新 這樣速度 會更快 那這個拿掉 又是全部 所以它在這上面也可以直接選去物件 那這邊的話就是看 RGB A 好 好 然後回節 這樣都可以進行去看 看 那這個1比1 就是放大縮小這個 好 這裡都可以看 那最 最好玩的是 在這個地方 例如說我現在這張圖像 讓它稍微的 算圖一下 好 好我們可以按一下右下角這裡有一張照相接功能 按一下 它可以儲存一張 好 儲存一張之後呢 例如說 我今天針對場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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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把它存一張 再把它存一張 存完之後 在這個視窗裡面呢 我們隨時可以跟它講 假設我這個是 設為A 這個 設為B 那麼 我就可以這樣子 馬上即時看一下 看看我是哪一個效果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好 那如果想要回來的話 那我就把 輕 輕掉A 輕掉B 那麼我這個 又可以重新再回來 例如說我重新再調一個 新的 新的是長這樣 然後我想再跟A來比一下的話 所以我之後 我又可以這個設為A 然後這個繼續再算 我就可以馬上又繼續前後的比較 直到我未來的效果 所以在這個地方 Random View被增強了非常非常多 很好很好用的功能